欢迎收听周日与歌剧院有约 欢迎来到周日与歌剧院有约 我是卢剑英 这个节目是由台中国家歌剧院独立策划制作的节目 每周日的上午10点钟在大千广播 下午3点在全国广播频道准时播出 跟您分享最新的艺文话题 抢先邀防艺术大师成为最接近你的歌剧院 今天是5月27日 那么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进入到世界大剧报 我们今天选了两则跟音乐相关的新闻 大家听不听音乐 大家现在听音乐的方法是什么 买CD吗 若无了 一定是线上 所以有一个线上串流的app 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 就是Spotify 这则新闻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我们从英国的这个中央银行的首席经济师 Andy Holden认为做非常多的经济分析的时候 这时候他们会从特别是Spotify 他们开始在注意Spotify的这个音乐串流 哪些歌最常被点 哪些歌是最常被下载的 透过老百姓们听了什么样子的音乐 他们可以来协助财经政策的制定 因为这里面他们从音乐的社会情绪里面 可以去判断现在经济的指数是高还是低 那么这位首席经济官在五月初的一场公开演讲里面 他已经提出来 所以说银行的这个研究人员 已经开始利用Spotify的音乐下载的数据跟分析 来下载歌曲歌词的技术 作为消费者的消费情绪的指标 那当然你可以想见除了Spotify之外 同样的他们也可以运用非常多的这个电动游戏 的这个所谓的大数据来进行这个分析 那这种新的情绪指标呢 跟过去他们传统的消费者信息调查的指标呢 他们发现其实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 那如何去分析呢 有趣的是他们大致上把歌曲呢 从歌词的部分呢 做出八种可以跟情绪相匹配的歌词去做分类 就比方说有喜悦的 有悲伤的 有愤怒的 有恐惧的 有厌恶的 有旌旗跟信任 你会发现就是说 在这个不同的经济起飞或者经济 比方说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呢 很多的歌词里面 就会消失跟信任有关的歌词 然后会增加非常多跟 愤恨啊 愤怒啊 厌恶相关的歌词就会出现了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想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呢 事实上也使得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的娱乐的情绪 已经反映在我们的数据里当中 我记得台湾好像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的卫福部呢 也做了一个 我从来没有想过卫福部也会做的这个动作 就是他们举办了台湾十大励志疗愈歌曲的票选 大家可以猜 十大励志疗愈歌曲排行榜第一名是谁 我只讲第一名 凤飞飞祝你幸福 OK 好 我们的第二则世界大剧报呢 我想会回归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音乐剧的主题 音乐剧音乐剧音乐剧 整个上海整个中国都充满了对于音乐剧的投资跟发烧的情况 所以在今年这个五月初呢 在上海这个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他们同时也展开了一个音乐剧发展的论坛 除了邀请了大概来自全世界百余味音乐剧的业界中的人士之外 这所谓的业界中的人士有很大一个比例是来自于创投界 也就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支柱 也在这一次的金融这个音乐剧的发展论坛上面 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最终呢 他们也开始宣布了明年2019年呢 会展开第一届的上海黄埔国际音乐剧节 上次新词来介绍上节目的时候 已经提到韩国大秋也有一个音乐剧节 那么在华语地区呢 我们会看到上海黄埔即将在明年 会有一个国际音乐剧节 那这个音乐剧节呢 当然一定会有包括演出以及论坛 然后很多的这个promotion会在这上面 这也是第一个在华语世界里面当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音乐剧节的一个发声 那么在这个音乐剧的论坛里面呢 大致上呢 他们邀请了一位维也纳联合剧院的这个执行长 他也提到整个音乐剧的观众属性 大概就是女性为主 上次我们也谈到韩国音乐剧 大概十位观众里面有九个半是女的 然后那那所有的这些观众 所以我想在整个音乐剧的生态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演员跟粉丝之间的一个关系 演员跟粉丝之间如何去 如何去这个维护跟发展 那之间的美感要怎么去处理 第二个呢 是剧院跟观众之间的关系 因为追星这件事情 既然是一个音乐剧里面 必然要发生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传统剧场里面 我们向来会告诉大家 进了剧场请关闭手机 进了剧场请不要再拍照 但是这个对于所谓的追星族来讲 这中间心里如何去取得他们的满足感 所以现在已经渐渐的会有一些剧院呢 会说那么是不是在演出之后呢 我们开放你可以在剧院里面 去拍摄一些照片 因为最终剧院还是依赖粉丝的打卡行为 打卡的频率去增加他们的观众市场 那第二个我觉得也非常有趣的是 为什么今天这个我们刚刚谈的这个论坛 发生在上海 因为整个上海的人 就整个中国的人口红利 14亿人口 你给他算一算 假设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 看音乐剧就好了 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大太大的一个市场 那光是现在在维也纳自己 每一年都可以售出60万张票 那如果把这个音乐剧如果能够行销到中国来 那你可以60万张可能还要上看十倍 好 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要从音乐剧这个角度呢 来介绍今天的两位艺术大来宾 我们一样啊 内举不必轻 因为邱善能呢 是我们品创部的这个负责大剧报 那这次也跟着从上个礼拜去了 9号到13号 9号到13号去了 我亲自走了一趟 那善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善能 好 那我旁边的这一位呢 是小齐 小齐是大剧报的这个主编 大剧报请大家看一下 大剧报呢 是现在各剧院 我们每两个月会定期去发行的 我自己对于这本呢 除了它真的是尺寸很大 显示了我们的气度之外呢 这里面的文章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有趣 我是要抱着这个大剧报报一个整个月的 所以非常谢谢小齐帮我们做出这么好的一个杂志 那小齐先跟大家问个好 大家好 我是小齐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欢迎再回到周日与歌剧院有约 这是我们即将在7月20到22号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的摇滚芭比 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8月17到19的光的来信 这是两出非常重要 第一次会在台湾呈现的韩国音乐剧 那我左手边的善能跟小齐 您去了 我应该先给你们问好 这泡菜吃的够多了吧 每餐都有 所以大学路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我觉得它很像是我们台北的西门町 然后里头你会看到就是有吃的 然后有很多很有气愤的咖啡厅 然后你就默默就看到 怎么有一个很奇怪的亭子 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是售票亭 那有人在排队 那有很多人 你看到很多人往地下室走下去 一开始你会觉得它就很热闹 很像我们一般聚会的地方 那在详细的去看了之后 因为它其实在公园的后头 那我发现我有注意到公园有一个招牌是韩文 那那时候就请翻译帮我问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是大学路那时候 首尔大学搬走之后 改建成剧场之后 它下的一个标题 那个标题就是 直译就是说 梦想就是在青春的时候最有可能实现 那我想说 哇的确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那 那当然我们后来去看了那个音乐剧 你就发现很多是情侣 他们可能去约会完 去咖啡厅 然后之后就去直接去看戏 我感觉那是一个风潮在那个地方 小琪看到什么 其实我觉得大学路给我感觉像台北市公馆那一带 就师大台大就是学生很多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学生可能晚上下课之后 其实就去那里吃东西喝东西聊天 可是你可能大概到 因为我们记得我们那一天到是下雨 然后晚上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赞农讲的一个亭子 其实外面排队很多学生要买票进去看 所以他们大概看大学路那边的看戏的时间 大概都是晚上八九点看到十一点左右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旁边的地铁站 其实地铁站都是音乐剧跟舞台剧的海报 整个就是充满着那种剧场的气氛 但我觉得也包含因为学生很多 你就很青春 就很有那种活力的感觉 所以听音乐 我们为什么从大学路谈起 因为大概非常多的韩国音乐剧的演员 可能从这里开始寻找他的梦想 上了他的第一堂的音乐戏剧相关的课程 或者看了他深屏第一出的戏剧的演出 那里面刚刚你谈到了就很多情侣在这里 就是他们其实约会就不一定直到电影院去了 那也因此在这里造就了非常 我觉得基础深厚的一个音乐剧 你不必从一个砸几百万或几千万开始 你甚至于可以就是很简单的制作 你就在这里就能够找到你所属的一些观众可以来看 他不必你知道一开始投资就很大 因为他剧场的位置就是在你看得到的咖啡厅的楼上 或者地下室 所以其实都是一些亲密的小空间 对就是很简单的小空间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很大的很大型的一栋大建筑物 并不是 所以我觉得很融入你的生活当中 感觉真的这个是跟我们早几年去韩国的感觉 真的很不一样 我上集也谈过就是二十几年前 其实非常多的韩国音乐艺术家 我在接触的时候 他们是他们是羡慕台湾的 你知道台湾在所有的艺文补助上面 其实是走得很早的 但是呢 我最近好像听说他们有一件很轰动的事情 这也使得后来他们的这个 整个艺术补助的这个看法改变了 就是他们好像在2011年 有一位年轻的女作家 就饿死在自己的书房里 我简直不能相信 就是这个也因此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当我们在谈台湾的整个生活艺文圈 很苦的时候呢 就是韩国的这个年轻人的高 就是经济上面的高压 其实我们蛮难以理解的 因为就是我们不能想象 就是一个巨作家 会饿死在自己的书房里 但他不是假的饿死 因为他甚至于在他奄奄一息之前 他可能他好像听说 他还在邻居门口贴了 贴了一张便条纸说 不好意思我真的饿很多天了 如果有东西可以给我吃的话 就我真的不能相信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韩国的政府后来呢 就增加了一个补助 就是给个人演员 个人艺术家的补助 那这个在台湾当中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件事情 好所以可不可以请两位 先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你们看到的整个 这个音乐剧的人才 在他们当地 你们看到的整个培训的 一个生态环境是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我们从采访演员的时候 就有发现一个特色 因为例如说 那时候采访光德来信的 眼睛还震的小说家李奎仲 其实他蛮有名的 他就有提到 其实他们从学生时代 就会梦想进入演艺学校 而且要念演艺科系 然后甚至在大学的时候 就会演社团 就会参加话剧社团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 大部分的演员都从学生时代 就已经开始知道自己要念专科学校 而且一定要有实际的演出经验 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一方面 就是自己演员 自己本身知道要进修要成长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领域 韩国给的资源很多 以至于他们其实在进入经济公司之前 本身就已经有很丰富的经验了 那在整个文化上 我觉得因为我印象深刻 吴万石就是说他国小的时候就演话剧 然后就获得 因为我们问他说 你怎么感觉到自己想要做这件事 然后他就说 我因为我国小的时候演话剧的时候 就发现很多人称赞我 然后其实这样子的经验 在很多的不同的演员身上 都有类似的经验 所以发现他们起发很早开始 然后还有观察到 他们真的很会唱歌 我们去吃 这可以说 我们去吃一只鸡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大妈在旁边就哼歌起来 想说 怎么这个也这么会唱这样子 就是一个爱唱歌的民族 对 然后爱演 爱唱歌 所以他们 当然刚刚小琪有说 他们有所谓的音乐剧的专科 这个是可能我们台湾社会比较少的 那他就是直接 就从小就立志说 我要去念音乐剧的专科 那可能在大学路里头 他就是可以去观摩 去audition 然后可能可以在那里做训练 他等于是 一条龙 一气呵成都在那里 所以我去到那里 是觉得大学路 真的是很蓬勃发展的那种 很年轻 然后梦想 然后音乐剧 他成功的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 所以年轻人投入 我觉得就有 这个产业就有机会 所以年轻人投入 还有不断不断的 要有大中小安排的 这种实际演出的机会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过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二位真的不要隐藏 你们就是去接触太多偶像了 待会好好告诉我们 你们跟偶像相处的经验 好不好 周日宇歌剧院有约 我是卢剑英 我旁边两位呢 一位是我们歌剧院品创部的 邱善农 另外一位是我们大剧报的主编 小琪 好刚刚讲到小琪 你们二位呢 就去五天 其实行程很满 非常矜持 对所以 但是最后一天 我们还是看了音乐剧 一定无论如何 没睡觉也得去看 所以讲讲吧 你们这次哪一个经验 让你们最意外的 其实我这次 利用最后一天去看了 那部音乐剧叫做 梦幻骑士 那我非常讶异 是因为 因为之前采访光的来信的导演 他告诉我说 他觉得韩国人就是一个 会唱歌会演戏的民族 那时候我就想 嗯 是韩国歌还蛮厉害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真的唱功这么强吗 真的吗 我现在耳朵里面 可以回想起来 都是那个北韩朝鲜的 那个中央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对但是当我去看了梦幻骑士 就是他们一刚开始唱 我就非常震惊 其实真的每一个人都很会唱 而且不是声乐那一种声音 是流行音乐 而且都很有唱功 所以我蛮意外的 那呃 其实在看这部音乐剧的时候 也有观察到 很多情侣 其实都是穿得非常正式 来看音乐剧 嗯 很像是把这个当成 约会的重点形成之一 哇 我觉得这个龙物生活的感觉 然后现场观众的反应 就是起立鼓掌 嗯 这个也蛮让我 我们去的时候 羡慕的时候 全部一楼都站起来鼓掌 对 那因为我们比较晚买票嘛 所以我们是后来才 所以我们坐在比较楼上 但我往下看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站起来鼓掌 嗯 那我后来才知道 我们其实很lucky 我们其实就是你知道 大家都很精识 就早上八点起出门 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 嗯 然后还对稿 然后想说不行 再离开韩国的最后一天 一定要去看 嗯 那我们就刚好订票 那个人是演唱者 叫洪光浩 嗯 就他就是 韩国音乐剧里面 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 嗯 这样子 嗯 然后他非常 他的唱功 真的是让我起 鸡皮疙瘩 嗯 然后我觉得有观察到 因为他是授权音乐剧 其实梦幻其实是 唐吉哥德的 改编 对 那他的音乐也是授权 但是 我有观察到 他把词跟曲 结合得非常好 嗯 所以即便我看不懂韩文 韩文 但是我可以完全了解 他整个剧情的架构 剧情的颜色 嗯 对 然后我连那个 就是有个lady 就是叫罗西安娜 他在 他在怨队 唐吉哥德的时候 我都可以知道 他在怨队什么 就全场 全场那个氛围 是邻居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经验 让我太惊讶了 那其实我以前会想说 哎呀 怎么有这么多卡丝 谁要去看这么多遍 那当那个制作公司的人 在跟我分享说 哦 他们有几点卡 那大家挤满了12点 什么 就是喝泡沫红茶的概念 对 我想说怎么可能 这样子 然后当我自己去看完之后 结束出来的时候 我想说 哦 如果可以 我想去看看 吴万石的版本 嗯 就是我发现 是真的连我自己都想要再去看的 嗯 那讲到这个我就不得不 所以几点的意思是 我只要一路都在看 吴万石的演出吗 还是 不一定 就是梦幻奇事 我看三场就会送一场 是 就是 他就是你来看这个定幕剧 然后不管是什么演员 因为他也很聪明 因为他可能要搭配 呃 巡回演出的演员的档期嘛 嗯 所以他有时候可能有 呃 男 男二 然后男生有两个卡丝 女生有两个卡丝 他就是一会儿A配B 一会儿B配 就是总共有四种 所以如果我要把所有的卡丝都看完 我就要来很多次 对 而且这个戏大概演一整季 嗯 所以你其实每个假日都可以来 嗯 而且你发现他现场楼上楼下都布置 可以让你拍照 让你上传FB 让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整个剧场的观念 我们刚刚在谈的 就是你跟观众之间 跟剧场之间的观的行为 其实都是改变的 是 嗯 而且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剧场比较大哦 大概到一千五百多人左右的 算大型剧场 嗯 其实大学路是假 因为大学路 他一开始是首尔大学搬走 他政府希望他可以振兴这个地方 所以他规定除了 像电影院KTV不能进来 嗯 所以他只有剧院可以进驻 他想要培育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比较靠近中央的这一区 全部都是小剧场 他在地下室 然后 他等于就变成了一个 所谓音乐剧的戏骨一样 嗯 对 然后后来大家发现 哎 音乐剧有赚头了 就后来在外围 在盖了一个中型剧场 大概四五百人 对 然后之后 我们这次去看的 其实是在Blue Square 嗯 那其实三星投资的 嗯 所以他就像小琪说的 他就比较大 嗯 那他相关的那个配置什么的 就觉得哦 真的越来越不同 就是真的可以从大学路 一路走出来 发现他整个音乐剧的发展的脉络 是这样子的 嗯 对啊 所以集团 也就是大集团的投资 也在你们这次观察到的 以我们刚刚讲的Blue Square 是完全三星集团 自己盖自己投资的 的一个剧场 对没错 那我觉得也跟韩国的很多 韩国很多大财团 其实其他都有经纪公司 都有娱乐事业 嗯 所以他们协助发展这一块硬体 嗯 是很对他们自己其实是也很有帮助的 是我们来谈谈摇滚巴比这次的两位主演员 一位是韩语版的吴万石 刚刚你们已经从 我知道你们从回来之后天天都吴万石 吴万石啊 那么万石哥哥呢 请问给你们感觉到的那个魅力 跟你认为他在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一个行业 他自己要做哪些的努力工作 嗯 其实我就是对他们音乐剧的演员印象很深刻 那就是举他们的特质 举那个万石 欧巴 威力 就是呢 他 他就你会发现 因为他是演 我会认识他 当然是因为他有演戏嘛 台湾观众一定是比较理解 知道他是因为演戏的关系 那你现场看他在分享 或是你去观察他演戏 他就是真的浑身是戏 包括他在现场的样子 包括受访的时候吗 对 然后就会 他就会观察每个人的状态 那包括我只有 我注意到他就是非常贴心 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很厉害的地方观察 就翻译在翻的时候 他就一边随时口译嘛 他就观察到 翻译的脸有点纠结 他就说 啊 你先让你先让你 这是我观察到 唯一一个演员 他关注到 翻译的状况 能不能够确实的把他的意思 是 然后就说 哎 你先翻这样子 嗯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有问他我印象也很深刻说 因为他本来不是唱歌的 他怎么会有这个机会说 说来演就来演 所以原来是他平常 他就有在做声音的训练 那他有分享说 他现在在学中文 嗯 就是他们就是随时 非常的上进 随时准备好机会来了 他就上去 那他有提到说 演音乐剧对他来说 是一个 他觉得他生涯当中的里程碑 他想要去克服跟挑战的 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 他就做了这件事 不过他一开始的确是有点抗拒演这个角色 哦 那就把这个故事留给小琪说一下 嗯 我也要补充哦 因为我们其实有抓着演员到户外去拍照 然后我记得第一幕 就是第一个拍的就是万石 叫他坐在一个那个阶梯的地方 嗯 结果因为韩国的房子 如果常看韩剧的人就知道 韩国的房子其实是会有 呃 有地下室 对对对 会有一个B1 你其实旁边窗户看得到 嗯 结果旁边因为正在拍照 有气窗的地下室 对结果那个气窗突然被打开 然后里面的女生就尖叫说万石 立刻有粉丝在旁边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魅力 那我觉得像单总说 你采访这些演员真的会爱上他们 尤其万石跟Michael Lee 是属于万门秀 嗯 他们本身眼神就有戏 嗯 讲话的时候 他还是在展现他的魅力 对我其实要先跟各位观众说 其实在Bobby里面啊 这个戏 这两位演员 呃应该就 这一位这个角色 对 其实是个很吃重的角色 他一方面 他从第一分钟都已经出来了 对他从最一开始 要唱要唱 他就是一个类似有一点点 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的这样子 他大概能够到下台的时间 实在是非常非常少 可是在这舞台上面 他在每一分钟里面的情绪转变 其实是挺大的 所以刚刚在讲 就是说那个唱功的练习 嗯 以及呃 对我其实还是蛮想知道 他对于他愤怒的一寸扫掉 就韩国的这个 呃这个男演员来讲 你刚刚提到 就他对于要男扮女装 这件事情他有困扰是吧 因为相较于Michael Michael其实他是韩 韩裔 然后他在美国发展 他就在美国百老会发展 所以相较而言 我觉得他的气质是比较阴柔的 那他在扮演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关 那么多关要过 但是感觉就是呃 万石欧巴在演的时候 他自己有讲说 其实我当初要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其实是有点抗拒的 因为他说他从小就打棒球冒险啊 他还提到说他为了冒险 然后就走私 然后最后他的家人是在孤儿院找到他 因为就是回不了家的那种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那种气 那种方式的很大男人的状态 他怎么去饰演这个角色 那他就说呃 因为很他的经纪公司 然后可能包括很多前辈都告诉他说 哎你演的这个角色 你的演技唱功全部都会更 打开来 对那你要不要挑战 你有没有勇气挑战 那后来他就说他就去跟呃 有这样经验的人相处 嗯他去观察他们 他怎么这样 他怎么撩那个撩头发 女性怎么样去撩头发 对然后他去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 那么吴万石有没有 哪些我们可以熟悉的这些明星 曾经是他的这个观摩的对象 呃因为韩国社会相对保守 所以呃不晓得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并没有举出比较具体的 名字的的人物是他模仿的对象 但是他有时候他提到去呃 比如说同志酒吧或是一些他们自己 私底下的小聚会 嗯他去跟他们相处 跟他们变成朋友 嗯然后请他们告诉他 他们的生命故事是什么 嗯那藉由去了解他们的呃那些挣扎 那些痛苦那些不得不的选择 还有那些义无反顾的那种精神 那他透过那些来传谋他的角色 他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地方 所以他自己去酒吧里面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 是没错他就是说嗨 就是所以他把自己先泡在那个酒吧的文化里面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蛮值得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见细的方式 嗯嗯嗯嗯 其实另外一个演员就是一样演这个角色的麦可利 因为他从美国过来 对我觉得他呃在这一方面 因为美国毕竟人家开放 对我觉得他呃就已经他们有特别去强调说 还需要再去做这一方面的功课 但是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件事 他有发现 为什么这样的一出音乐剧 在韩国这么受欢迎 他说他有观察到 韩国的男孩子本来就爱漂亮 爱漂亮这件事情 已经 因为你知道 在韩国连军人都有自己的底装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他觉得很容易 因为就是一个爱漂亮的角色 所以其实很容易打进韩国的社会 你知道三十年前的韩国人 不是这样的 三十年 对不起 我大概在两千年去韩国的时候 韩国是非常大男人的 然后所有的太太都站 就是过马路都站在他的左后方 但是现在完全看韩国成为 亚洲第一个有女性总统的国家 对 他是不是第一次 那个Michael Lee是不是第一次演 Michael Lee是2017年加入的 对他其实在这个整个团队里面 他相对是一个比较新的演员 其实可以谈一下他们的特色 就请继续 因为其实万石他是从首演 因为其实姚文爸比是2005年就在韩国首演 那到一直到现在已经实际超过两千场 所以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有加入的 那你会发现他的版本比较 沧桑比较纯熟 比较有 不知道怎么形容 妈妈桑的感觉 就是他是比较沧桑的在讲这件事情 五万石 对 对 那相较而言Michael比较清新 他就是那种很轻易的在告诉你说 哦我的生命故事是这样 那你会心疼他 那那那我觉得他们的版本的确都非常值得去看 因为因为刚刚小琪有讲到Michael Michael其实现场的时候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啊 他就随口 因为他自己有针对不同的选段 他们的特色 他会加入不同的选段 譬如说像Jeremy他本来是歌手 就是演Izac其中一个卡司 那因为他本来是歌手他会弹吉他 所以在摇滚巴比里头就安排他自己自弹自唱 那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卡司没有的 那相较于五万石Michael他自己选了一首歌叫做Moon Radio 对 那那首歌是他加进去的 那他现场就是立刻哼了起来 一哼的时候会是立刻鸡皮歌 他想说妈呀怎么会这么会唱这样 那他的版本就是 就是就是我觉得两个都非常值得去看 我现在非常的期待 我们时间不多 因为一定一定要讲讲光的来信 因为其实我们从现在整个我们起受的情况来看 我发现这个巴比跟光的来信 其实观众没有非常重叠 他其实是两批观众在选择的 那么所以光的来信 来请小琪多跟我们讲一下 这次的李奎酒跟金钟酒 好一定要讲一下光的来信 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光的来信的剧本 但是我在这是在采访演员之前 采访演员之后我发现演员真的很重要 因为像李奎总如果有看韩剧的人 一定会知道他其实就是演 机智的老房生活里面那个刘汉阳 就是一个小迷糊 然后算是吸毒的那个角色 那你见到他本人 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韩国人的韩国演员 是非常非常有纪律的 其实他们在讲话虽然非常直接 但是你问他比如说像李奎酒问他 除了演戏之外平常的生活如何规划 他说就是运动 就是阅读 然后看DVD 就是看影集 而且尤其他非常爱看美剧 像我们有问他说这次要来台湾 因为他可能没来过台湾 没想到他竟然来过 他到过101 他是因为要转机去别的国家 曾经到过101但是没有来过台中 他就问我说我在台湾很红吗 我说你知道吗 各剧院之前已经先预告 要引进这个音乐剧 就已经造成FB上面的轰动 他就说他不相信 我说你不知道因为你的戏 其实在Netflix上面很有名 所以其实他非常的期待能够来台湾 那像金钟九的部分 我们是在一个韩屋 我们去到了嘉玉轩 因为这一次光得来信的演员 大部分都安排在他们一个 比较传统的老屋拍戏 接受采访 对 那其实我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发现 这些演员其实 除了自己的本身的演艺事业 他们对于剧本深入的了解 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他们都能够说出 像我之前因为做了功课 我一直觉得这是以金海正为主的一个角色 实际上从每个演员讲出来的 都是这个是世讯一生的故事 结案的不同 我就发现其实这很不一样 我们这一次其实还有采访到 光得来信的作曲 编剧跟制作 那其实我觉得在音乐的部分 因为音乐剧除了演戏 我觉得另外一块很重要就是音乐 那这一次因为光得来信这个剧本 其实是透过剧本的比赛 争选出来的第一名的作品 那韩国在争选音乐剧的过程 其实他可以接受你把编曲已经做好 但是光得来信刚好没有安排编曲 所以这一次制作公司就找了一个作曲家 他也是在纽约学音乐作曲 我发现这个作曲真的非常的用心 因为他不仅跟这个编剧就是花时间相处 去了解深入了解剧本 因为他自己老公是演员 他常常写一首歌之后就要求他老公演演看 唱唱看 这样会不会有困难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各个层面的投入 不只是演员而已 剧本作曲 好 周日于歌剧院有约 我是卢建英 小琪跟单农 这次带来他们直接在首尔韩国 采访到的跟音乐剧相关的事情 刚刚谈到这个音乐剧的制作 来谈谈这个制作吧 我其实很好奇 比方说像你们这次要去采访 你们总共三天内采访了多少个人 15个 对 15个人 包含演员 两个制作 一个导演 一个作曲 一个编剧 一网打尽 对 比方说你们去 要去跟他们进行这个联系 特别是在跟偶上的这个部分 当然要经过经纪人 对 所以就是有双重的关卡 首先要先跟制作公司联络 那韩国有专门的音乐剧的制作公司 那他们之后再去跟每个不同演员 卡斯的经纪 艺人经纪做联系 所以其实就是要联系两层 那最后才能够顺利的安排 所以我其实去的过程中一直在协调 行程一直不断的变动 像李奎专他现在在拍戏 所以我们其实是从首尔直奔江南 去片场赌他 那就是片场演到一半之后 卡导演说你可以出来了 他就出来说 换装说只有一个小时 你们赶快访我 不过我也可以想见 他们其实真的很也很期待这次的台湾 他们非常乐意配合 这次来台湾的所有的宣传 其实我这次访制作人 我觉得最震撼的部分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很意外原来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介入 其实会带给一个产业这么大的影响 因为从一个剧本的开始 比如说我问制作人 你如何 因为所有的评委一定会去想说 其实有很多好剧本 那为什么他最后会变成你们的选项 那其实韩国的剧本是经过层层关卡的 一刚开始可能收了一百个剧本 以去年来说2017年 他们就收了一百个剧本 这一百个剧本先筛出前六名 而这前六名却要经过找六个导演 六批演员 让这六部作品都现实去首演 真的去卖票 然后再看所有观众的反应 然后再从中选出一个作品 那我觉得这作人也讲得很实际 今天最 什么样的作品最会受到青睐 就是可以走出韩国的作品 什么叫可以走出韩国的作品 比如说光的来信 其实它的背景是日剧时代 事实上在台湾 我们也有日剧时代 所以我们可以共感 他们当时的那种感受 那这样的作品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很商业性的 很有价值的 也就是说 不是只有韩国人自己能懂 其实在亚洲国家 包含新加坡大陆 或者在其他国家 他们日本 他们都会觉得 其实是大家比较能够有感受的 是 其实刚刚讲了剧本的 剧本的奖 拿到剧本奖 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是要演出 我想台湾 当然台湾的剧本奖不多 但是即便有呢 就是得了奖就 不大有机会演 那么因此我们其实很难看到 他得奖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为什么要实际演出 事实上他要能够经过市场的考验 这个我觉得是 所有这些音乐剧 他能够蓬勃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在行销上面 其实一刚开始 光的来信也还没有这么红 他们在首演之后 确定他可以做之后 其实是安排了三十场 一到第十五场的演出 就是门票其实还一般 因为一刚开始嘛 需要一点口碑 可是到第十五场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因为在韩国其实有一个在地的 很有名像台湾的FB这样子的网路 叫Nover 那他们在Nover上做网路直播 在社群平台上面 整出戏 从头到尾网路直播 结果就造成很多人看了网路直播 觉得我要去现场看 所以他不是担心说 我网路直播完了之后就没有人要看 反而引起很大的效应 所以他从十六到三十场的门票 就全部卖光 对然后他其实在行销的手法上 他除了直播之外 他就是接着嘛 接着他就是会提早半个小时 举办类似像粉丝见面会或音乐会 他就唱音乐剧里面的某个选段 那只有粉丝就是你可能集满集场的人才能进来听 类似像这样去经营 那其实这让我想到 其实台湾普遍的剧场是不准你拍照的 那我想起那天梦幻其实我们去看的时候 其实现场很多人是立刻拿大炮起来 那所以我觉得他是有 不会是在演出进行结束后 他有一个时间 羡慕的时间 他是可以开放给粉丝拍照的 那其实这对应到他的分享 就是说很多粉丝其实愿意 我要来跟我的心目中的偶像 有一点近距离的接触 那他就是愿意买票 愿意再次的来 所以这的确是可以提供我们思考 这个也跟日本的发展是比较接近的 对就是比较经营 就我们上礼拜在谈 其实整个韩国音乐剧的发展模式 已经发展出我们自己所谓 我们就讲的亚洲模式好了 过去我们谈百老会 或者当我们谈猫啊 歌剧魅影啊 他真的就会是作曲家或剧作家 为主的开始发展的微博 人家赚了一辈子的音乐剧的钱 但是呢现在在亚洲呢 我们开始在开发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剧模式呢 我觉得他发展其实演员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因素 那我可以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在意就是素材 就是他们很在意storytelling的这个元素跟重点 那所以那个制作工 因为其实我觉得歌剧院这次很有远见 他挑了摇滚巴比其实是授权 那他虽然是授权 我们就去我们想要去知道 在这里要预告一下你们七月一定要来买大 一定要来拿大剧报 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去介绍授权音乐剧 摇滚巴比他在韩国如何在地化 那变成是一个神话 那他怎么做到的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原创剧本 韩国的原创剧本 那刚刚小琪有谈到说 他们怎么样去选题 然后怎么样演出 那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原创剧本可以获得成功 这个整个过程都可以在大剧报里头看到 对那这是我观察到说不管是授权或是原创 他们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文本 那个素材 然后在亚洲地区他有没有办法做到共感 所以我觉得这是韩国音乐剧可以成功的原因 然后有机会可以输出海外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想不管是韩国音乐剧或者是日本的音乐剧 至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 语言绝对不是障碍 所以其实如何成为不只是一个音乐剧的接收国 同时也可以是一个音乐剧的输出国 那么我们台湾自己其实我们有非常棒的演员 我们有非常棒的舞者 我们也有非常棒的剧作家 但是我们的整个金融市场的支持 以及我们大家看待我们自己市场的目光的深或远 其实都会影响着我们对于一出戏 我们培养人才 最后我们希望收回收了些什么 大家的决定应该会蛮清楚的 我们欢迎大家夏天一起来台湾国家歌剧院 看这两出音乐剧作品 然后思考 也许明年我们也可以给自己更多的刺激 好非常谢谢两位今天的来临 然后谢谢大家拜拜 大家好我是大剧报的编辑小琪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台湾国家歌剧院在暑假 引进的韩国原创音乐剧光的来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信给偶像的经验 你知道你的偶像会看你的信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 你更一定要来看 来了解光的来信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爱与背叛的故事 虽然每一个人都有心中不想面对的真相 但是这就是人生要必经的过程 欢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就是在8月17到8月19在歌剧院的演出 如果你想要感受欧巴现场的演技魅力 跟歌唱魅力一定要来看 大家好 我是歌剧院品牌创新部的善农 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部音乐剧 是在今年夏天7月会到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的摇滚巴比 那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原因是 它讲的是一部寻找灵魂当中失落的另一半的故事 那以及就是他当他在人生当中做了选择之后 他如何去承担接二连三种种的顺利也好 快乐也好的一个很美丽的故事 那我相信大家进到剧院里头来 除了音乐很好听之外 他所表演的方式绝对可以直接碰触到你的心 然后让你跟你人生经验当中的部分的情节 做某有程度的连结 然后洗底你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剧场经验 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优惠 凑到四个人的话 他就有一个摇滚套票 那四个人在前三高票集的话 可以有七五折 那另外一个就是会谈到光的来信 那当你摇滚巴比跟光的来信 都各选择两张的话 也可以有七五折的优惠 那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谢谢 感谢您的观赏 周日与歌剧院有约节目 由台中国家歌剧院企划制作 الس个人 明连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打赏